代谢症候群是一群危险因子的集合 包括中央型肥胖、血压高、空腹血糖高、高密度胆固醇低 空腹三栓肝油脂高 其中只要达三项以上即为代谢症候群 逐因为不良的生活形态或遗传所导致 并容易衍生脑血管疾病、心脏疾病甚至是糖尿病等病发症 代谢症候群里面的血糖高 事实上它并没有像糖尿病这么高 只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是糖尿病前期 因为糖尿病要犯前血糖126以上 或者是犯后血糖或者是随机血糖是200以上 才叫做糖尿病 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他必须要非常小心他的血糖 平常要注意一些与时控制跟运动 避免将来真的是变成糖尿病 由于糖尿病患需定时自我监测血糖值 医师也提供几个挑选血糖仪的注意要点 供民众参考 第一个要注意他是不是有挨手认证 第二个他的精准度是不是很准确 第三个是他的采血量是不是能够少一点 那第四个就是他的记忆体是不是很多 第五个就是他的整个要有30天以上的平均血糖值 而这个平均血糖值很精准的话 他就可以跟他的糖化血色素做一个匹配 糖尿病分第一型第二型跟其他型 那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测血糖的是不是越多越好 那健保局给我们的血糖四指片 一天是四片 所以我们至少要测四次 饭前一定要测一次 饭后从吃饭开始算的两小时要测一次 那一天能够测三餐 再加上睡前一次那是最好 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要测几次 那就没有像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那么规定的那么严格 医师也提醒无论是哪一型的糖尿病患 一定要做好饮食控制 至于运动则对第二型糖尿病患血糖控制效果更好 建议每天运动20到30分钟 糖尿病患也能跟正常人一样活出健康人生